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朱大 其實我們在台灣 可能不是那麼能夠感受到 疫情帶來的衝擊 現在全球的航空業 根本就是已經快要去跳樓了 我這樣講不誇張 先看看我們隔壁 香港 我們剛剛講到香港 香港這個地方 它的home base的一個航空公司 叫做國泰航空 其實昨天就已經開始 流傳出來這樣的截圖 他們是內部的簡訊截圖 他可能在今天開始 就要慢慢的發出一些解雇信 給機師以及總部的職員 700位機師 400名的總部職員 都可能要被解雇了 另外的我們所謂空中服務員 就是空服員 可能要減掉1500人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虧損實在太太嚴重了 不只是國泰航空 還有包括新航 還有包括像是英航 還有美國的一些航空公司 其實裁員裁得更兇 很簡單 國泰航空是烏漏偏逢連夜雨 因為自從國安法 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 那別忘了我們是剛剛講過 國際航空的這個機上的地板 視同國土 國土延伸 所以你一旦踏上國泰航空 很多人就講說 那不得了 那我就進入國安法的試用範圍了 所以很多人可能更減少 他的旅行意願 但是當然更重要的問題 其實在於疫情 現在全世界的流通 降到大概不只千分之一 所以我知道之前 國泰航空已經請很多的空服員 就如果不能上機服務 來總部支援 支援文書處理 可是文書處理也就只有那一些 老實說根本沒什麼文書可處理 因為沒有在運作了 所以到了現在 我覺得他目前採檢的這個數量 都是九牛一毛 其實後面應該會更多 因為你光看他沒有申請 第二期保就業 就是香港當地的一個 希望你繼續聘人 然後當地政府給予你資助跟獎勵 那看起來是有大規模的裁員 那新航就不用說了 新航因為他本來就非全球航線 現在全球航線 幾乎都縮到一個 很難想像的狀況 大概僅剩貨運 你知道貨運的機師 這一陣子睡眠跟休假都不太夠 因為很多貨運機師 在我國的國際航空 據說沒辦法飛回國 因為你在那邊 馬不停蹄 對 你在這個 譬如說你在阿拉斯加那邊 你就要直接跟跨洋 飛過來的機師接手 兩邊的航空交接 對 然後你再飛到 這個指定的卸貨地點 所以有一批人 甚至可能都待在美國 沒辦法走 在安克拉治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貨運其實還是很興盛 只是各國航空 包含了新航 漢沙航空 美航跟聯航都有大規模 裁員的狀況的時候 這對各國的經濟表現 還有失業人口 都是非常負面的衝擊 對 其實飛機不飛了 那這些航空機該怎麼辦 過去大家知道 因為飛機不斷的 一直來回的在飛 在天空飛 那他在機場過夜的情況 其實是少的 因為你要一直不停的操它 不停的使用它 你才能回本 那現在突然 這些航空機都靜止下來 那被放到哪裡 大家看到我們畫面上 這是沙漠裡 沒有錯 沙漠裡頭 其實過去我們放的都是哪一些 就是已經退役了 他已經幾乎要爆銷 對 幾乎要爆銷的航空機 放在那兒 慢慢等大家去掛把 開把 是不是 台語是這樣講 就是一個一個 把它的零件給拆散 慢慢把它賣掉 不過現在因為有很多飛機 它明明是好好的 可是也必須被送到 像這樣子的沙漠墳場裡頭 為什麼 因為你要放在任何一個 廣場 任何一個機場 都要停靠費 非常非常貴 付不起 現在已經沒有盈獄了 還要停靠費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 我們圖片是來自BBC的畫面 航空墳場 飛機墳場 過去是放著一些 可能已經快要不行了的飛機 可是現在沙漠裡頭的飛機們 其實都是好好的 它其實就是封存的概念 封存的意思就是 我不在運作 然後我把它的進氣口 我把它門窗都緊閉 然後不讓它的腐蝕 或者是受到天后的影響 不讓它繼續 然後讓天后對它的影響 降到最低 其實原來飛機墳場 有很大一部分是 美國的備役軍機 就是它其實不需要飛那麼多 然後現在沒有那麼多敵人 它就把像B-52 或者一些比較 暫時用不到的機種 先在這邊封存 但現在如果有多名航機 就表示經濟狀況真的很糟 因為剛剛前置講的沒有錯 就是我們通常過夜都是浪費錢 因為就是讓它24小時飛來飛去最賺 所以為什麼你飛巴黎島 一定是華航就是三點到 然後五點就再飛回台灣 因為減少它停在那邊不動的時間 才能夠賺回來 所以現在的狀況 如果全球有超過65%的飛機 不能起飛的話 每一滴毫都是公司的錢 那都是公司的血 所以現在以一架停靠費5000美金 來計算的話 全球會停過去的飛機 可能在這段時間還會再增加 但勉強有一些好消息 像聯航說 大概11月要恢復飛台灣 因為台灣是 少數還在正常運作的國家 至於其他的國家 2021年日本說要開始開放觀光客 可是有多少人敢去 去了之後回來要做多少隔離 這也都在未定之天 所以航空業要恢復到 疫情那樣子的情況 很多人預估可能要到2024年 才有可能 那在這一段空窗期 該怎麼辦 有一些航空公司自立自強 包括泰航你看到 他們把這個航空公司裡面的 空廚的人通通推出來 在街頭幹嘛 賣炸油條 看起來這個景象 蠻突兀的 不過據說也不無小補 另外新加坡航空 他現在打算幹嘛 把他底下 實驗上最大的客機 Albus 380這個客機 把他改裝回餐廳算了 與其放到沙漠裡頭 還不如拿去當餐廳 很多人其實街頭巷尾 茶餘飯後會有一點拿來 就是聊天的話題 就會說真的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你會不會願意上戰場 保家衛國呢 其實這樣子大家閒聊 好像大部分人都願意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民調 這個民調 為什麼會特別拿出來討論 因為它充滿了矛盾 這是It Today 這昨天才公布的一個最新的民調 他的問題是說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 你願意為自己或是家人上戰場嗎 是說不知道 沒意見 另外如果用年齡來細看的話 男生比較願意上戰場打仗 另外女生也有三成六 願意如果用這個電話訪問的話 那在年齡結構上面 可以看到18到19歲這個年齡層 有高達9成6的人說 OK 沒問題我可以去打仗 我可以為了我的國家 為了我的家人 或者為我自己去保家衛國 看起來這個非常非常的高 可是如果同樣的問題 同樣的年齡層段 你要問他說你贊成徵兵制度嗎 奇怪了 大概只有一成二的人支持 所以我有時候在想 這些18 19歲的年輕人 他到底懂不懂什麼是徵兵制 他會不會搞不清楚 我覺得這個民調 很多人覺得太兩極化 是不是雙重標準 其實我個人覺得這個是一個 心理投射的一個 還滿精準的民調 為什麼 因為18到19歲的人 什麼特徵你知道 沒當過兵 然後他可能 尤其是現在的小孩子大部分 都在電玩的世界 在虛擬的世界 接觸過戰場 所以一旦你跟我講 我要保護國家我熱血沸騰 人不 老實講 如果年輕的時候 都沒有這種一拼的決心 老兒就更不要講 老兒就 兵哥如果你現在18歲 你也願意嗎 我當然願意 你也會回答願意 其實我現在51歲 我都回答願意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 因為如果國家真的需要 我就要去 但是年輕人會有96.3%說願意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很正常 如果你知道 你18 9歲都不願意 你這輩子大概都不想接觸 這個東西 可是問題來了 為什麼有87%的人說 如果你要徵兵制 恢復徵兵制 我不要 為什麼 這個看起來很矛盾對不對 其實一點都不矛盾 為什麼你知道 他還沒當兵 因為打仗是一個 可能根本不會發生的事情 你只是問 那我就答 那又沒有真的發生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告訴你 我同意徵兵制的話 那真的可能會發生 那可能我就要去當兵了 所以他們的確完完全全了解 什麼叫徵兵制 是 他知道這會干擾到我 我可能有一年 一年十個月的時間 我可能沒有辦法 在家打電動 我要去那邊出操了 所以我當然不願意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年齡層來講 他是一個非常精準的 把這個心態投射出來 那同樣你看20到29 這個年齡層也很有趣 他不願意上戰場的 高達66.5% 雖然來講20到29 也算年輕人 是絕親的主力 那這些人 為什麼不願意上戰場 平常不是喊得最大聲 就是你們嗎 那可是支持真兵制的人 他反而高 57.8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個人的解讀是這樣子 因為20到29歲的人 大部分已經當過兵了 那當過兵的人知道戰爭的恐怖 知道現在的戰爭怎麼回事 知道國軍真正的操演怎麼回事 所以他不願意上戰場 因為他知道這可能會死人的 所以我不要 可是相對來講 如果要真兵的話 要去 真兵好 57.8 因為我已經當過了 那跟我無關 所以我就同意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就是一個很單純的 就是把自己的心態投射出來 那我也譬如講 台灣的心態 就赤裸裸在這個地方 那問題是 我們真的 到面臨戰爭那一天的時候 多少人真正會站出來 台灣人現在很赤裸 而且非常誠實的反應 在這份民調上 我們下的這個標題是說 雙重標準 因為我們會覺得非常奇特 是剛才講到18到19歲 他支持自己 或是為自己或家人上戰場 可是不希望爭兵 因為可能會爭到他自己 另外20到29歲的年輕人 你們應該是最強健的 最可能來保家衛國的 可是你比較不希望 你也不願意去打仗 不願意上戰場 保衛你的家人 卻支持真兵 說好 你就要去真兵 反正真兵我已經當完兵了 真不到我了 可是他不希望上戰場 另外40歲以上的青壯年 其實我看這個比例滿高的 大概都有一半 差不多一半左右的人 願意保家衛國 所以我應該覺得幸惠嗎 你要知道 他支持的是真兵制 他支持恢復真兵制 其實我覺得 這又是另外一種心態投射 就好像是我們去 不管是學校也好 部隊也好 學長 學弟制這樣也好 你剛進去的時候 都被人家欺負 那等到你欺負熬成婆之後 你會開始來欺負別人 那同樣的 你知道40歲以上 因為我已經當過 我當年可能當三年兵的 可能當一年十個月的 我當年經歷過這一段 你們現在只要當四個月 恢復當然很好 我讓你們也體驗一下 我們當初所受的苦處 那你知道當兵 不是像你們現在這麼輕鬆 所以我覺得 會有這種心態投射 非常正常 那我必須講 其實台灣真正有經歷過 真正比較正規軍事訓練 也就是這40歲以上的這些人 那問題是 這些人其實是真正知道 打仗是怎麼回事 可是他們還是願意 你看願意上戰場的比例 還是很高 所以表示台灣人大部分 確實是願意保家衛國的 可是我必須講 現在的戰爭不是有意志力 就夠了 日本20世紀大戰的時候 也強調精神戰法 每個人都要有意志力 還不是被美軍打得滿街跑 對不對 所以我必須說 現在的戰爭是個高科技戰爭 不是光有意志力就足夠了 所以你不但有 把加衛國意志力 還有其他相輔相成的結果 才是一個能打的軍隊 如果你沒有相關的條件的話 不好意思 那叫嘴炮 我們最近都一直在討論 真兵制 募兵制 對台灣現在的狀況 哪一個是比較適合 我們的現況的 很多人就會提出來 一個國家就是以色列 我們知道以色列 因為它是小國 然後周圍圍繞的 都是阿拉伯國家 所以這個國家 應該是說男女接兵 每個人都非常有戰鬥力 所以有人就說 你們台灣 我們台灣現在的處境這麼危險 那一定要效法 以色列的精神 那應該要男女接兵 所以這個民調也問到了 如果男生女生都要服兵役 全民接兵你贊成嗎 你贊成這樣的制度嗎 其實贊成跟非常支持 或是有一點點贊成的 加起來也滿高的 超過五成 不太支持或是 完全不支持的是三成多 表示現在如果問大家說 你願不願意去受訓 你願不願意去當女兵 男生女生都一樣 大部分的人 因為在性別平權的意識 的教育之下 大部分人是願意的 我覺得這個要顯示出來 就是第一個 我們台灣平權 算是相對成功 大部分人都認為說 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狀況 比如生小孩或其他的狀況 男女應該是同樣盡 同樣的義務享受同樣的權利 我覺得這一點是成功的 但是也有將近一半的人 也有大概將近三成多 三成多的人 是表示不太支持 或完全不支持的 為什麼他們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些人 是相對比較理性的 怎麼理性 因為我說真的 台灣其實過去連男生當兵 都已經被叫叫叫 叫到現在要用募兵制了 你覺得我們可能全面 恢復全民徵兵嗎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其實是非常非常低 因為你等於倒回來好幾步 因為連蔣中正蔣經國時代 都沒有全民徵兵 你現在是要全民徵兵 所以我必須說 這是一個過與不舉的 一個反饋 那我必須講 其實台灣兵員的缺乏 當然是要趕快補齊 但我剛剛已經講過 最重要的還是高科技的武器 還有相關的 扎實的訓練是不是足夠 那台灣有沒有這樣的 訓練人才 有沒有這樣的訓練環境 有沒有這樣的高科技的背景 這才是台灣能不能 打贏戰爭的關鍵 那當然全民的意志力很重要 大家在表面上也都說要當兵 可是剛剛這個民調 就赤裸裔告訴我們 如果真的要上戰場的時候 我們的主力20到29 是不想去的 所以這個其實 才是我們最大的危機 是 所以其實什麼事情 都要未雨綢繆 我們當然不希望 有任何的事情發生 也沒有人願意有事情發生 可是真的 如果事到零頭的話 你該怎麼辦 不是說要超前部署嗎 那這件事情 就需要來超前部署 我們來看看後備戰力 現在很多人都來討論說 我們台灣 我們國家的後備戰力 現在是不是堪憂 是 狀況不是很好 包括徐曉昕 我們可以聽到 他前一陣子 一直在很多的節目上 也一直有這樣的論述 一年期的義務役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過去可能 現在30多歲的男生 他們都是服一年的義務役 那已經在107年 已經全數都退悟了 現在的男生 現在的年輕人是服四個月的 這個服役是四個月 那退伍超過八年不照訓 就代表說 再過六年 115年開始 這批軍人就沒有辦法 被選入這個 進入後備了 所以再過兩年 我們蔡總統 可能就會碰到 就只有四個月軍訓的 這些義男 作為我們的後備主要戰力 如果只上這個 四個月的訓練 很多人都說 根本就是下令營 這些人可以作為 我們的後備主要戰力嗎 其實我必須講 這是美軍 一直對台灣的戰力 很憂心的部分 其實過去一年 十個月的時候 美軍都擔心台灣的戰力 是否充足 因為國軍有很多的訓練 是留於表面 真正該去矜持的地方 並沒有矜持到 你現在完全變四個月 四個月其實是什麼意思 我還特別去看他們的操課表 前面34天是在新訓中心 後面十週的時間 就是下去訓練你的專長科目 包括比如說射擊 人手榴彈 其他這些相關的炮兵的演練 大概這些專長科目 只有十週 十週你覺得炮兵 要打準很容易嗎 尤其是現在高科技的武器 其實是越來越難操作的 你確定他們這樣學得會嗎 學得忘了又有多快 所以假設我們在短短四年之後 四年之後到六年之後 我們的主力 後備的主力 變成都是四個月的兵 老實講 我覺得很可能會發生一件什麼事情 尤其是台灣現在少子化 每一個幾乎都是媽寶的 都是家裡頭最寵愛的情況下 可能到時候 我們真的需要這些後備兵力的時候 因為你需要後備兵力 大概就是準備要戰爭了 甚至戰爭已經開打了 那恐怕很多人 根本就不會去報到 那就逃兵了 你根本你想找都找不到 兵荒馬亂 你去哪裡找人 到時候真正能夠徵集來的人 是多少 所以我必須講 其實當兵 為什麼要需要到一年十個月 甚至到以前早期可能要三年 因為你長期在部隊裡的訓練過程 累積同袍的感情 在作戰的時候 大家彼此才能夠互相協調 那如果只有短短幾個月 像夏令營一樣的東西 老實講 那個感情不夠深厚 可能一下就忘了 那一到真的開戰 遇到巨大壓力的時候 很可能逃兵也會出現 很可能臨陣脫逃也會出現 很可能各種各樣 哭著叫媽的情況 可能都會出現 那這個軍隊真的能打仗嗎